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和Fit出品的大麦健身兽,你大麦哥又来了,今天是2019年10月9日 大麦哥你可以啊,一天两泡啊 哎呀,你说我还没有出手呢,你就叫上了 这,这就是你因为的结果 咱们首先看一下被你大麦哥叨了进奥赛的这位墨西哥健体第一人在台上的表现 这次在组场咱们发现了吗,他的裤头高于膝盖 而我印象最深的2018年温哥华职业赛,他的裤头低于膝盖 这小伙挺精明啊,别看身材很小,战胜了巴西大鼻孔 你爽爽,但是玩起这裤头的游戏相当精彩 不过说实话,这两位选手曾经都是咱们零重力战队的队员啊 好,接下来咱们关注一下在本周末匈牙利举行的匈牙利职业铺 在这场比赛咱们知道大佬云集 内森大莎,麦克斯,查尔斯等等都会参加 但是这宣传海报上我却看不到这些大佬的身影 我却看到了这位选手 这位选手的眼睛看起来好像有点疯儿 但是整个肌肉的形态和身材又让我看着眼熟 这是谁呢 好,大家可以看到在现场已经搭起了台子 在这个选手拿牌应该就是在这里了 哎呀,我的天哪 在这么多字母里我只看懂了时期和feet 你说说当时应该去学小于总啊 我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 英语老师啊,是个女的 他说那个小伙子长得挺帅啊 有点像咱们的黎明啊 你这样我推荐你去学小于总就完了 结果你说我那个年纪还让我上台要表演个节目 你说说,你说我表演什么呀 最后我就唱了一个啥呀 黎明的今夜你会不会来呀 这当时班里的女生都看傻眼啊 没想到这位小伙子的声音这样无音不全啊 你还是不要去唱歌的 这么高过赶快去当个电线杆子吧 于是乎你大麦哥就成了行走的电线杆 这电线杆穿上衣服就成了行走的艺术家 这你说说要在今天电线杆上再来点肌肉就成了咱们的健身网红了 可是岁月不饶人你大麦哥已经年近七死 小鬼你说话呀你是不是早打呀 大麦哥我啥都不想说呀 要说起刚才那广告中中间那位选手是谁 虽然他有点疯咱们首先看一关注一下2018年的罗马尼亚破 咱们看一下2018年罗马尼亚破都谁参加了 你看看莫哈摩德呀 咱们麦克斯查尔斯还有谁 我还看到了来自意大利的谁呀穆兹 大家注意14号选手 名列第14的这位选手 他就是他 他叫Zinatlo Zinatlo 这位选手啊来自伊朗啊 可以说是一位伊朗的健美大将 这身体形态啊身高啊看起来相当威猛 有点像咱们的谁呀 有点像咱们的著名健美传奇米洛斯教练 他俩到底有啥关系呢 一会儿我给大家讲 这你说说这趴在这个大木头上 有点像咱们的一个野生动物啊 这你说说如果西游记拍摄志祖要去新加利取景的话 你说说这位选手可以直接就上来就当群众演员了吧 哎呦这眉目这眼睛这肌肉可以说是好莱坞级别啊 这真的要给发掘一下赶快去演电影吧 你说说多少形象好有身材有样貌的这些健美运动员 被耽误了啊 那说实话你说演戏还用学吗 你看谁学过好莱坞动作影星谁学过演戏啊 那武打影星谁学过演戏啊 只能说理想四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 这不19年奥赛人民冠军哈迪库班 咱们回到伊朗的时候他还去机场接机了 哎你说说现场气氛相当热烈 他和哈迪库班不拥抱在了一起 这小伙你说肯定没你大麦哥大 我只能管他叫小伙虽然看着去老吧啊 这小伙性格开朗一看就有点疯 你大麦哥呀不仅喜欢那个说话不利的 还喜欢那种喜庆的长的 喜欢那种能折腾能闹的 你看看那会他和哈迪库班俩人多好啊 你说说 接下来你再看看谁是他教练啊 这不就是咱们的米洛斯吗 米洛斯啊 我说他这体型长得有点像一个人呢 咱们看看他第一次Pro比赛就是在去年的2018年罗马尼亚Pro 这主持人是谁啊 是不是这就是咱们的奥林匹亚运动员协会会长啊 咱们的奥赛主持人奥赛之声啊鲍博呀 鲍博除了奥赛之声一年就一次 这平时一年干嘛呀 人家平时还要参加各种主持的这种职业赛 而且人还有一个头像运动员啊 运动员代表主席 哎呦这身材高大 肌肉形态远处看 这脸型都有想像米洛斯 一套动作啊都很像是米洛斯当年的这个动作 哎呀做的还挺挺有点那意思啊 这个姿势特别像咱们的米洛斯 太帅了 我太激动了 我冲血了 我的二头鸡 而且这哥们不仅身材啊 肌肉硕大 而且人家相当灵活 这是你大麦哥见过第二个非常灵活的健美运动员 第一个是谁呀 那健体的美国那个斯科特呀 呵这小伙踢腿啊 这个kick啊 再加上这个拳击啥都行 可以说这位选手有一个特殊技能 就是咱们的武术 看一下呢 这选手年轻之后是一位武术高手啊 这后来转孩到健美 伊朗 大家知道健美是第一号体运动吗 这长大之后就转到健美 你看看 你就看他踢瓶子 人家人家架势 绝对是专业人士 你看这腿 一般健美能源你踢得了吗 你绝对踢不了啊 这小伙真的有特殊技能 长得又有点像米洛斯 而且人家肌肉形态好啊 对不对 咱们就祝愿他在这次这个匈牙利破 咱们能不能往上走一走 进入前三或前五好吗 他我是关注定了啊 我是关注他的定了 说起这肌肉灵活 在目前的健美选手当中比较知名的啊 现在往灵活那边走的 现在是咱们的杰瑞米 又映入了我的眼帘 这杰瑞米可以说是最近练拳击练的 可以说抽风发疯了啊 上瘾 咱们经常关注杰瑞米的观众们 可能知道就在不久的前几个月吧 杰瑞米可能是这个出事前的前几个月 他也曾经遇到了一个这个 就是被人打和人起冲突 当时呢人家对方呢 可能先出拳吧 一下把杰瑞米的打倒在地了 当时我看到那个现场的一幕的时候 我觉得又有点吃惊 就杰瑞米练的这么好 怎么就是怎么没有回击的这个能力呢 咋就是 是因为那个人对方就一拳就把杰瑞米打倒了吧 哎呀我的心里呀 马上就就咯噔一下子你知道吗 你知道为什么呢 因为我太爱杰瑞米了 他太激励了 我不能忍受别人就一下一拳把他打倒在地啊 所以我觉得杰瑞米这次回来 哎呀Focus在这个 这个拳击还这个灵活性上 我觉得是对的 这样的以后再遇到这种事的时候 就 是吧 你别的不说 你至少保护一下自己自卫嘛对吧 这最近我发现几个咱们比较知名的健美动员啊 健身网红啊 都开始慢慢练这种啊 这种搏击啊 或者这种拳击 我印象当中的一个是斯蒂文曹 对吧 他也在练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的挺古典的那个是吧 从从波兰还是哪儿啊南瑟拉夫来的吧 然后也是在加里弗尼亚搞的搞了一个古典的这么一个团队啊自己还做衣服啊老戴墨镜啊什么的 不知道他他可能棒了一大块吧是不是 好接下来咱们看一下吉尔米他可以说是他的亲戚吗 他怎么样了这位兄弟 哎呦他说还有5.8个星期 我一看这好像没有上次AGP准备的好啊 祝他加油吧 好接下来咱们看一下咱们小吉尔米啊 小吉尔米呢年底也有比赛了啊 应该是在12月初吧我记得 他参加圣地亚哥的一场比赛 这小吉尔米的情态慢慢出来了啊 这哎呦这可以啊 咱们看一下他的这个肌肉展示这一套 哎呦这慢慢的鼓起来了 哎呦挺不错呀 最近他和著名的摔跤血状塞纳好像一块工作 为他工作吧是不是 为他的基金会工作 咱们就祝小吉尔米加油吧 接下来咱们看这张照片 这是咱们的爱思丽吗 有点像啊 咱们看一下真的爱思丽 哎这俩人 我的奶奶 这看起来真有点像啊 这肌肉形态这真功夫啊 这难道是啊 不可能吗 可是我在近距离看一下这个正面照 好像长得不太一样啊 但是我告诉大家这是两个人 这是两个不同的家庭生出来的孩子 好咱们看一下接下来这位选手啊 这位选手大家看他的训练手臂的视频 当时我看了之后马上让我的眼球focus 就不动了你知道吗 就不动了 然后呢让我想起了他长相有点像咱们的菲尔西斯你知道吧 这个选手呢这不仅是有男人的这种阳刚 从正面呢哎长得也很精神 哎这耳朵两边还戴两耳环让我觉得特别到位啊 这耳环配的 然后他这个选手呢在Tample Pro取得了第10名的成绩 大家注意啊他参加的级别不是212是传统健美啊传统健美 哎当时我就马上关注起这个运动员了哎这可以啊这运动员很有潜力啊你看看这小伙长得挺多善良啊 但是貌似的这个全这个小伙呢这个个儿头也不是说很高啊 但是人家二头三头你看看这挺厉害的吧 这你看看手臂有点像菲尔西斯那意思了 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呀这小伙我跟你说这这可是这员大将啊 这位选手的名字呢叫萧恩史密斯啊萧恩史密斯记住了吗 哎他还有着纹身啊 好接下来上期节目中咱们谈到了咱们的古典造型啊大将 咱们的Raf Terence啊准备要参赛了还有6个多星期 咱们看看这位大黑豹准备的怎么样了来看一下动态视频 可以说这腿手臂还有这个腹肌相比018年的啊多伦多职业赛有明显进步 换句话说这肌肉维度也大了啊肌肉维度明显比那会要大 再下上咱们的大黑豹呢造型相当有自己的特点 我相信呢在这个6.5个星期之后的一场比赛当中呢 应该会取得好成绩直进奥赛吧好吗 接下来咱们关注一下本次奥赛的参赛选手 现在目前的condition啊咱们首先看一下咱们的安德鲁怎么样了 安德鲁没有放弃训练啊估计他下一个比赛应该是肯定可以说是阿诺德了 这位可以说是阿诺德的近期的近几年的长胜将军啊 这他和他他和他大兄弟啊一米八八雷蒙德包揽了阿诺德和奥赛的剑体冠军啊 以后会是这样吗 哎接下来这周C5最近又回到零重力战队进行了训练 他他的照片出现在了新西兰一场自然natural职业赛上 看来应该是在准备备赛吧 其他的不说带他未婚妻好好玩吧去西西兰对不对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咱们这灵活的健美选手 健体选手斯科特 哎呀看着他就是一个激励啊 看着他就是一个喜庆啊 看见人家就是一个字高兴人家没别的啊 一点都都不做作很真实 好接下来咱们看一下新秀咋样是不是肌肉状态挺可以的啊 这位新秀年龄才有多大呀24岁同学们24岁这已经是啊 必必破了啊 这位选手呢在温哥华职业赛2018年温哥华职业赛取得了男子heavyweight第一名 在2018年北美一场职业赛也取得了冠军 咦咋今年2019年没动静了呢没参加比赛吗咋回事啊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现场这这小伙肌肉状态可以啊 关键是年龄很轻啊打传统健美24岁看起来这肌肉不真不像是气球吹起来的这选手整体比例和肌肉形态呢有很好的基础 所以说呢很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呀 咱们就祝这个选手两个字加油吧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咱们不要忘记分享关注和点赞 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咱们下期再见